嗯 拿不住股票是散户亏损的罪魁祸首 散户经常一直对的股票拿不住 而错的股票一直拿 从而导致严重亏损 今天就教你几招 帮助你拿住大牛股 大家好我是专录老师 今天我会从三个角度帮你解决 持股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拿不住 第二如何克服 第三个重点就是拿股票的具体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散户为什么拿不住股票 第一个原因是对于趋势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股价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当中 但是确定不了 所以就早早的卖掉了这些股票 第二是思想认知出现了问题 很多散户认为炒股票就要每天去进行交易买卖 实际上持股也是交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第三没有理解股市赚钱的核心是大赚小书 什么是大赚小书呢 错了叫及时斩断损失 避免更大幅度亏损 对了就一直拿着让利润奔跑 但是超过90%的散户都是及时的止盈 同时让损失奔跑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可以点个赞 那我们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学会判断趋势 记住趋势从来不是一两天的涨跌 也不是一两天能够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分析一只股票的周线和月线的走势 当周线和月线的走势都向上的时候 即使日线出现了下跌也不用甘心 因为这只是短期的调整 同时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日线以下级别的操作 因为操作的越多错的就越多 就好比在战场上你暴露的次数越多 是不是危险性就更大呢 而且主力经常会利用散户盯盘的心理波动 从而在分时图上面上下暴涨暴跌来清洗散户 另外对形态的走坏和处罚了止损标准的股票 要敢于止损 止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因为没有人能够一次买对 也不能买一次对一次错了就要认错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等待 因为财富的积累是要靠时间来沉淀的 记住一句话 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世界股神巴菲特每年的收益才20%多 但是依然成为了世界首富 至于如何持股 如何交易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前面我录制的各种战法 视频简单 而且实战效果不错 欢迎大家点赞加关注 持续学习我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